創作者 無論長短影片全都是垃圾 創作者 開店賣客粉絲當作韭菜哥 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們到底是誰 你們每個都長得像茶碗珍一樣 我說真的 所有停根的人裡面 我最喜歡的 還是瘋男的陳輝 被動停根 陳輝姓化 他的頻道真的化成灰 那不得不說 左中獎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好看 大家長得比一年一年 都更好看了 拜託帶一下志祺好不好 天啊 唉唷唉唷 這一生的行頭啊哇塞 臉至少有100萬吧 有吧 其實真的很帥啦 對啊真的很帥 過了100萬是不是 唉志祺 你整成這樣呱吉還是認得出來 你知道嗎 對啊 沒事啊真的很帥 我覺得不用到整型啦 其實你叫流氓幫你修圖就可以了 唉網紅一直大型翻車 這到底算不算是交通事故啊 那個chip幫我們分析一下 拜託了 今天的主題 呃 是登大廊 大家是不是看到現在 還看不出這個主題 到底在哪裡呢 可是我覺得登大廊 真的對直接臭網紅來講 太重要了 因為很多人就像一個屁孩一樣 以為自己是個境外分子 就可以去到人家的土地 啊當個美食公道婆啦 所有人家東西難吃啦 喔 態度還超派 蛤 蔡阿嘎下次不要再這樣子了 真的很糟糕 今年的週中獎有許多的第一次 這是週中獎第一次辦在南台灣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讓我聽到你們的熱情好嗎 還行 還行 到底為什麼不繼續辦在台北啊 是因為許伯簡直不想再看到市長了嗎 不知道 但我們不用為這件事情擔心 因為我們知道 創作者 是願意為了重要的事情 四處奔走的 對不對 像愛麗莎莎 她願意為了拍片 飛去韓國 酒man 願意為了開箱豪宅 飛去西雅圖 百靈果 願意為了live podcast 飛去日本 但是他們今天 都不願意來到這裡 感謝週中獎辦在高雄 高明的決定啊 要不是辦在高雄 我們是看不到 這些台北的創作者 有多麼自私自利 所以 今天願意南下 來到高雄的創作者 給自己一個掌聲鼓勵好不好 感謝你們無私的表現 我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認真回答喔 你們到底是誰 我一個 我昨天晚宴就想問了 我一個都不認識 你們每個都長得像茶碗珍一樣 我說真的 很難得可以看到一個典禮 你認識的人 比金英獎還要少了 我說實在 今天全場所有人的影片 我只看過河北彩花的 SSIS 413 不客氣 接了這個表演 真的是我今年接過最大死缺 你知道嗎 去年賀瓏多好做啊 大家都出事 出事大家又會來 今年大家都沒出事 出事的又不來 拜託 你都不知道我看到小巷愛出門 被觀光局開罰有多開心啊 謝謝你 謝謝 當我覺得全世界沒有人要幫我的時候 小巷棒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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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創作者之間就是有這樣子真正的情誼 對不對 像這個四角鏈 我相信 我相信 皮塔跟阿滴 他們是真心愛著Hook 能帶來的流量 真感情啦 真有情 今年很多第一次 今年也是第一次 有傳統媒體入圍 大嘻哈時代 入圍了兩項走鐘獎 來點掌聲好不好 真的 說實話 蠻不要臉的 對 阿你就有傳統媒體資源啊 拜託 跟三立拍節目 是能拍得多爛 你說是不是賀龍 欸 是吧 小心喔 好好說話喔 蛤 不要逃喔 其實跟那個節目有關的 還有德仔 但是我們尊重原節目的精神 所以我們沒有要讓德仔發表評論 哇靠 哇靠 哇靠這什麼 欸欸欸等一下等一下 這煙火不是二十分鐘之後才要放嗎 欸欸欸 哇靠出大包了啦 太丟臉了吧 我的天啊 好險這是走鐘獎 不是什麼真正重要的典禮欸 喔要是國慶之類的那完蛋了欸 還是要解釋一下 對不對還是要解釋一下 因為其實今年走鐘獎 這個時間有提早 大概二十分鐘嘛 所以你總不能叫這些創作者 跳二十分鐘的我姓石吧 不可能吧 還是大家其實想要跳 想跳嗎 我們可以一起跳嗎 大家就幫我左右搖擺 只要有音樂就一直左右搖擺 要怎樣都可以 可以嗎 有音樂的期間一直左右搖擺 我們等一下要拍出一個 全世界最多人的我姓石 可以嗎 攝影機記得要Pen喔 OK 好 所有人準備好的話 導播音樂下 創作者 無論長短影片全都是垃圾 創作者 開店賣客粉絲當作韭菜歌 創作者 出國炫富但是懶得來到這 創作者 喊淚哭窮 各個卻都開名車 噢噢噢 噢噢噢 excellent 噢噢噢噢噢噢噢團 噢噢噢噢噢噢устить 我唯一可以接受的二創就是瓶子跳電臀舞 感謝你 那個是我認為今年最偉大的作品 謝謝 真的 雖然來不及報名 但是絕對可以得一個可以射射獎 喔 算了算了 不要再讓瓶子射東西了 等一下 這個有點敏感是不是 等一下 我講這種話 木耀會生氣嗎 應該不會吧 他們也沒剩多少人可以生氣了 應該吧 瓶子穿短褲是差點走光 木耀員工是真的走光了 今年最大事件啊 今天太多優秀的團體 解散的解散 停跟的停跟 對 光是宣布停跟的 就有卡提諾狂新聞 眼球中央電視台 群人阿神 呱吉 真的讓人覺得很遺憾 呱吉反悔了 好可惜 所有人都在問 欸 為什麼今年會有停跟潮 答案很簡單吧 就撈夠啦 群人就撈夠啦 視網膜就撈夠啦 眼肉牙就撈不夠 跑去百靈果繼續撈嘛 那所有停跟的人裡面 我最喜歡的 還是瘋男的陳輝 被動停跟 剛剛陳輝有講嘛 他的頻道被砍嘛 但大家知道一件事嗎 陳輝姓化 他的頻道真的化陳輝耶 因為我不是評審 所以我可以大方表達我的意見 我今年最喜歡的一個入圍 是 志祺講解房價的那一支 我覺得真的講得很好 我想要請問大家一個問題 刻意烘台房子的價錢 叫做炒房 那刻意烘台蛋的價錢 叫做什麼 叫張志祺不敢講 這問題很敏感嗎 缺不缺蛋真的很敏感嗎 我覺得答案應該很明顯吧 應該很 就是有缺吧 我說酒man的酒杯蛋很明顯有缺蛋吧 講完我最喜歡的入圍 我來講一下 我今年覺得最奇怪的入圍 小尾巴 入圍了潛力猩猩獎 他到底哪裡符合潛力猩猩啊 人中嗎 不行不行 你就個老屁股 你在跟人家新人搶什麼獎啊 不行不行 那個小尾巴 這個新人 這形象實在太衝突了 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尾巴衝突 好 我就說我不能接受了 歐屁喔 當然 以上都是玩笑話 影音創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我想要請問 非創作者 如果你今天有個業配需求 你想要跟廠商承諾 官款一定會有兩百萬 請問這是一件容易的事嗎 超級簡單 嘿嘿 薩泰爾娛樂12月1號2號 在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G8高峰會 集結了全台灣最優秀的八位喜劇演員 沒錯 最優秀的八位 所以當然不包含呱吉 OK 我們明年會跟浩浩一起競爭 無情工商獎 希望下半場的入圍者都可以順利得獎 謝謝大家